那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纯星拟合的技术 而且是通过图片直接生成视频啊 那我这儿有一个美女的图片 这儿呢有一段音频 听一下 那这首歌叫《岁月神偷》 那我们可以听一下最后的效果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是非常棒的 那最终的这个演示效果 就是我们实测出来的 其实呢已经超过了什么呢 那就超过了这个Latant SYNC 但是你别忘了 Latant YC是一个已经有视频 然后对口型 而这个是一张图片 直接生成口型和视频 这个就都有了 它的难度可能更大一些 好下边呢我们就详细来介绍一下这个技术 那这个技术呢叫MultiTalk 当然呢它其实最大的特点是多人谈话 就像播客一样 有来有往或者相声一样 是吧 一个逗的一个捧的 但是我们现在拿到的 可能还没有这样的特性 但我们只是说它生成的这种口型拟合的效果 目前的是最棒的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呢 是它在Github上的这个官网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实力 其实都能够非常准确的反映 这个模型的一些特点 那如果我们要在Configure里边去用的话呢 我们得用到K神的这个扩展 现在你在主分支里边是不能用的 那我们必须得切换一下分支 切到这个MultiTalk 这样才可以去使用 比如说那怎么去切换呢 这个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我把整个的这个扩展呢 拉取了一下啊 更新到最新版 然后呢我可以通过Jit Branch 看一下我目前的分支 目前呢我的本地只有一个主分支 就Main 然后呢我可以拉取一下远端的分支 但是不合并啊 所以说用Jit Fetch Orange 然后可以拉取远端的分支 这个时候你去看啊 其实还是看到我们只有主分支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切换 用Jit Switch或Checkout也可以 然后MultiTalk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切换到这个新的分支 那你会发现这个新号所在的这个绿色的分支 就是MultiTalk 你现在这个代码就是这个分支的代码 当然你可以切回去按用Jit Switch 这也是可以的 然后你再去看 那现在我们就主分支啊 大家可以用这种方式 非常方便的去切这个代码的这个分支啊 方便我们开发和测试 我在Running Hub上呢 也给大家构建了对应的工作流 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 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 然后呢点击左侧的工作台 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 大家回头呢可以在这个平台上 去搜索一下有趣的80后程序员 然后找到我发布的工作流 那今天我们讲到的所有的工作流呢 在这儿呢都可以找到啊 好下边呢我们就看一下 怎么去用这个东西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最简单的这个工作流 这个工作流呢 其实是我对K神的工作流的一个重构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分支里边啊 MultiTalk的实力工作流里边 我们可以找到MultiTalkTest01.json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流 那比如说模型去哪下载呢 这个知道的应该都知道 大家可以通过K神的抱抱脸的这个模型列表里边 可以找到我们对应的模型 然后大家可以点一下这个Loud Mode啊 我们在下边可以看到 那四天之前呢传了这个MultiTalk 大小呢不是很大 2.7个G 把它下载下来 放在你的Defotion Models里边就可以了 好下边呢我们就在Randing Hub上 来看一下它的第一个工作流 那这个工作流呢 其实是我对K神的这个工作流的一个重构嘛 所以说呢基本的机制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里边有很多的技巧 我们需要给大家说清楚啊 我们先看一下基本的配置 这里边的配置我只有什么宽和高 就是分辨率啊 并没有长度 因为那个真的长度是靠音频的长度来确定的啊 所以说呢我们有一个计算的机制在里边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关于参考图片的处理 我是一个832乘以480的图片啊 16比9的 所以说呢进行一个Resize 然后我们把这个变量叫Reference Image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主模型的加载 大家注意我现在的主模型是一个I2V14B的模型 所以说呢并不是将我们刚才的那个MultiTalk的模型 作为主模型进行加载 而它呢是作为一个什么 辅助模型加载进来的 在这儿呢有一个输入项叫MultiTalk Model 那我们可以把它加载进来啊 这儿我加了一个加速模型 这是一个Laura 啊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Self-Falcing的14B的这个加速的Laura是吧 另外呢我这开启了块交换 你要注意一开始如果你那个真数比较少的话可以开到10啊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可以开到30 然后呢这是我们视频的编码器 然后这是我们的V1E这是我们的文本编码器 然后我分别把它存了一下 这就是我们模型加载的三个组件 就是编码器V1E和我们的主模型 但是我们的编码器是由视觉编码器和文本编码器构成的啊 这个要注意 然后再往下边是我们的什么呀音频的部分 这个比较重要 这儿有一些处理的手段 首先呢你要注意我这个声音呢大概是12秒 然后我这儿有一个声音的裁切 你可以指定啊就是你从多少秒开始到多少秒结束 当然那你可以这样写 那就是0分12秒啊可以这样写 当然直接写12其实也是可以的啊 然后把这个裁出来之后呢 我用了一个getAudioDuration 这个是RennyHub自己的一个节点啊 你去搜这个Duration的话啊 其实有很多 比方说MTB也有这个节点啊 你用哪个都行 那我会得到一个什么 这个的持续时间 你要注意啊 所有的这个对口型的 那个MPS一般都是25帧 在后边我们大概能看到 大家看一下都是25帧 对吧 我们这儿有一个公式啊 大家看一下 我们计算一下它一共有多少帧 我们知道了这个声音一共是多长 然后呢每秒钟是25帧 所以说A乘以25 然后除以8 因为我们都知道万模型啊 一般要求这个针的长度呢 是8的倍数加1或者4的倍数加1啊 为了保险期间我用8 然后呢我让它除以8 而且是整除 然后呢我不管你是8的多少倍啊 然后加1加1的话呢就是肯定能把我这个声音全部放进去是吧 然后再乘上8 最后呢我们再来一个加1 这个东西啊 其实呢你不按这个规则走也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为了保证效果 我建议大家还是这样去处理一下 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frames 可以完全保证它能将这个音频容纳进去 而且呢符合8的倍数加1啊 这样的一个效果 是吧 然后呢你注意啊 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叫做inbiting 这儿呢我们需要下载一个腾讯的wave to vector 也就是声音到向量的这样一个模型 那这个模型呢是自动下载的 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 multitalk wave to vector inbide 把它做成一个嵌入 声音的嵌入 我们先把它存起来 然后呢我们的文本编码器 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 下边呢这个核心的节点 叫one value image to value in code 但是这里边的话呢 一方面我们需要有这个图片的编码 就是你这个参考图片必须进行编码 那我们用到的编码器 当然是视觉编码器 然后我们的参考图片 编码之后可以它连到 clip inbide这个里边 然后呢start image 我们传一下这个参考图片 那这就是我们的视觉编码 那到最后进行采样的时候 你要注意啊 那我们这儿现在需要的 有文本的嵌入向量 也就是你的提示词 那个部分 图片的嵌入式向量 也就是你刚才生成的这个部分 另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个 叫做multitalk inbide 也就是现在这个部分 那由于是一个加速模型 所以说呢 它这只用了五步采样 然后cfg呢是1.0 shift呢是5 这个采样器比较怪 叫dpm++-sde 这个用的比较少 完了之后呢 我开了一些辅助选项 包括slj 包括enhanced video 另外我这儿清理一下显存 这儿非常重要 因为呢你现在这个视频比较长 12秒 所以说呢 你直接跑会报显存 所以说呢 我们采用一个上下文的option 将它在这个上下文的增长度 从原来的整个的变成81阵 这样就可以保证啊 24G的这种显存 或者再小的显存也能跑起来啊 这是context option 它本身的作用 那这就是大家看到的效果 但是加了context option呢 就会有一定的问题啊 你看什么问题 它会切这个画面 我们看一下 好大家能看到 它大概进行了两次画面的切换 这就是它的缺点 原来说呢 能不能不让它切呢 可以啊 你把这个禁掉 但是你要禁掉的话 这个显存的需求量就激增 24G是跑不动的 你只能用48G的显存来跑 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大家如果在Running Hub上去跑的话 就点一下这个运行Plus 完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生成的效果 岁月是一场有趣无畏的旅行 好的坏的都是风情 别怪我贪心 只是不愿心 大家看一下 这个它就很稳定 是吧 因为呢 我是一次采样出来的 没有滑动窗口的机制 所以说它也不会切这个场景 但是呢 虽然很稳定 但是我们觉得好像太死板了 有没有折中方法呢 有啊 我们再看第三种处理方法 那我同样开启了什么 Context Option 也是81帧 然后呢 我这加了一个稳定性的控制 那我们用到的是Uni3C 这个技术可能没跟大家说过啊 包括Magic Cache 这种小的技术呢 我们可能没有用整个视频给大家去讲 你只要知道 它是控制镜头的稳定性就可以了 我们把参考图片复制81帧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UniPCControlNet Loader 加载这样一个控制器模型 然后进行OneVideo的Encode 完了之后呢 我们会得到一个Latant 然后呢 再把它转成一个嵌入式向量 就基本上是这样 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输入项呢 可以在这儿 找到对应的这个卡槽 给它接上就行了 那接上之后 我们这个稳定性就有保障了 我们既可以采用上下纹 另外的话呢 就是我们可以保证这个镜头是比较稳定的 我们看一下 好 这就是最终效果 你注意啊 这个Uni3C对于唇形是有影响的 如果你不用的话 那个唇部的动作是比较大的 如果你用的话呢 这个唇部的动作是有所衰减的 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再优化一下 这儿呢 我也给大家做了不同的测试 比方说 我将这个强度 因为它这个Start和En的本来就很小啊 0到10%是吧 外面这个强度降到0.75 那我们看一下 那你会发现这个唇部的动作 其实就要好很多 其实0.75呢 我觉得也不是最优的选择 我建议大家是设成0.5 那应该说是纯形的动作和镜头的稳定性 都可以找到一个比较不错的平衡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最终的这个效果啊 那回头呢我会将这个工作流呢 发布到Running Hub上 大家可以自己跑跑试试 这个的确是一个不错的这个模型啊 不管是整体的效果 资源的消耗以及速度上啊 我觉得都是可圈可点的 好 今天呢我们就说这么多 还等什么 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